成为污染源的官邮子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滋生出油滑才是微观之道 把面玲珑才能走得稳 左右逢远才能走得远 这样的畸形导向 让优的党员干部错把贪图享乐当人生目标 错把工作岗位当捞油水的工具 错把不良喜气当兴趣爱好 吃吃喝喝在厅里面拉各种各样的关系 原来是怎么想的 是研究去探索那些新的技术新的方法 因为原来搞技术出现都是这样 到后面就变成整天想到怎么 哪里有什么好玩的 有的党员干部相信 只有在你吃我请我吃你请中入圈 才能吃得香玩得转 开始反而孝之拉关系走捷径 这种状态下来它是一个大的染缸 逐机取巧走这种捷径的路子 那后面年轻心来的大家跟的 因为你看都是跟在人导身边的人才得重用 慢慢的一些党员干部的事非官开始模糊 感觉到迷茫困惑失落甚至失行 缺乏政治安全感开始思想乱了 意识乱了价值观乱了 使命感淡化责任感弱化 不愿干事不愿担责 把机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表面上一团和气 实则是一团糟 一段时期以来 单位正气不张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也使得部分党员干部缺乏政治安全感 感到迷茫和困惑 有的担当进取精神不足 消极对待工作 有的正义感却是明哲保身 成为沉默的大多数